随着暑期档的即将来临 也是有着多部微波鲜火的剧集 传来了凯博的消息 除了已经定档的欢乐松舞外 由赵卢斯、陈哲远等主演的偷偷藏不住 也是大有开播趣事 电视剧偷偷藏不住 在前不久成功拿下了发型许可针后 相关的开播进程也是不断加快 先是赵卢斯和陈哲远合体上走影 就已经有了卫星剧预热的态势 近日更是直接在优酷首页进行了预热后 也是网传将在6月20日开播 这位豆瓣上已经标注了 7月开播的信息还是比较亲和的 而这样的一部主打清除爱情元素的作品 暑期播出也是一个非常亲和的当机 在以原著作者担当编剧 保证了还原度的情况下 以该剧的剧情制作以及阵容来说 非常有望成为暑期档的最强黑马剧集 电视剧偷偷散不住 是以男女主的爱情成长为主线 讲述了女主桑枝暗恋男主段嘉许 并最终在种种交集以及陪伴与了解下 相互吸引互相喜欢 一段纯真暗恋终于开出美丽的爱情花道 整个故事融合了校园 青春暗恋等元素 画风唯美 故事也是非常吸引人 看点非常的足 当然除了剧集本身的剧情看点外 该剧的演员阵容也是非常的巡厚 陈真院和赵乐森 两位时下最具人气的小花 小神的领先下 也是集合了一种青年采俊 更有多为实力派的助阵 可以说从主角到配角 都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 先是女主赵乐森 作为同期小花中的佼佼者 赵乐森这几年的发展 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 长相甜美 气质清新 再加上演技也是不断的提升 已然是颜值眼睛 兼备的实力型灭源 在刚刚文集的后浪中的表现 也是非常的不错 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张卢斯在众多偶像剧中 清纯甜美的少女形象 神的忍心 他在2017年出道以来的作品 包括《风秋皇》 《欧我的皇帝陛下》 《三千压杀》 传闻中的陈千千 《铲克星》 《骑士天象》 《星亥灿烂》和《月生仓海》等 他参演和主演了如此多的古装剧 小小年纪就已经成为 古偶剧专业户 有着如此多偶像剧的表演经历 和演出经验 再是网友关注 偷偷藏不住的重要因素之一 陈湛远参与出演的偶像剧虽然不多 没有赵慕斯那么多产 但参演的作品 剧集都是热度极高的 像《塔人街探案》 《唐探3》 《仙剑4》 《青三型》 《绝带双胶》 《沙破狼》 《风力九天》等 是非常优秀的新生代顶流小生 不少人称赞 他的表演吸引力 生动 演技自然 他长相帅气而个性 在新生代演员中 人气也是非常高的 陈湛远与赵慕斯的俊男靓女组合 而且这部剧主打校园题材 近年来这样的作品比较少 但观众喜爱都很高 这显得相近题材 励志军二十不获 却受到了广分的好评 由此可见 校园剧更容易获得广大网友的青睐 而这部《偷偷藏不住》中 讲述二十玩伴一滴成风 与还重拾埋藏心底的爱恋 当年的大哥哥终于喜欢上他 一段纯职爱恋 终于开出美丽的爱情花朵 这就是《偷偷藏不住》的 独特爱情故事 故事又是在校园背景下展开 浪漫而清纯的爱情 更加具有新人的魔力了 在剧中 赵洛斯饰演的女主丧志 自从高中结识了男主后 就开始一段非常长的爱恋 最终也是凭借着自己的付出和努力 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在剧照中 赵洛斯校服造型远期满满 清纯气质精险和角色的代入感非常足 而男主陈哲远 作为这两年上升势头非常熏猛的小生 陈哲远不仅有着 非常帅气英俊的外形条件 而且演技实力也是变得越发细腻成熟 从早先的绝代双娇 再到去年的我的反派男友 陈哲远的表现都非常出色 此发饰演的段嘉勋也是适配度极高 让人眼前一亮 而且陈哲远和赵洛斯的各项实力 都有着非常高的匹配度 两人的外形也都非常适合 校园题材男君女妹 绝对的强强联合下的爽A组合 同款赵中萌萌的身高差 更是CP感爆表让人非常的期待 除了两位主演外 偷偷藏不住的配角中 既有着曾黎 邱星之两位绝对的实力派 也有着马博谦 网阳 卫笑 许时新 齐天晋 王一蓝等 数位高颜值的人技 小生小花 整个阵容层次感泄密 颜值眼镜和实力样样兼备 在青春题材剧中也是非常高的配置了 尤其是曾黎和邱星之 作为大家非常熟悉 国民度也足够的演员 可以说为我们奉献了诸多景点作品和角色 个人的演技实力出众 绝佳的代入感 每一次的表演都可以说是非常的惊艳 此番作证 头头藏不住 也许有种为整部剧保家护航的感觉 让人期待 其实从头都藏不住官方发出最新预告片 从预告上看 赵洛瑟饰演的丧志甜美可爱 个性十足 面对自己喜欢的人 他勇敢追爱 面对生活他积极乐观 而陈正眼饰演的端家许 将温柔二字诠释得淋漓尽致 从最初将丧志当妹妹 到将丧志当成自己最爱的人 他通过细节和眼神直接诠释出来 在预告片中出现一个景点巨型 端家许确定自己喜欢丧志后 他直接问丧志 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能追你吗 看到这样的预告 网友们纷纷表示 我真的好喜欢这样的职求攻击啊 喜欢就说出来 面对这样的告白怎么能不心动 看过小说的读者都知道 偷偷藏不住小说中有很多经典情节 但从网上传出的消息上看 有些经典剧情似乎出现了问题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近日根据娱乐账号发文 网上出现偷偷藏不住审评反馈 上面写着 建议切掉台词 哥哥疼你一辈子 建议切掉台词 小孩哥疼你一辈子 但这条信息使真是假 我们并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从远处上看 这句台词确实比较惊天 如果真的被剪定了 我们播出的时候就会发现 这类型的台词不会出现 但看到这样的情况后 部分网友却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看似省边 其实是在旧边 部分网友非常好奇 陈诚远将如何将这句台词说出来的 如果真的听到 确实会有点不太适应 偷偷藏不住的编剧 少欧色夹和竹椅 相信竹椅加入 必定会还原小说中很多经典情节 但相信他们必定会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让这部剧变得更甜更好看 毕竟现在甜种剧是非常有市场的 从目前的情况上看 网友们是非常期待这部剧开播的 官方官宣后 大家就开始关注这部剧的动态 官方也是直接放出 段佳许毕业丧志送花的合计 以及丧志毕业段佳许送花的合计 不得不说官方真的太会了 偷偷藏不住的故事 从丧志有一个秘密 有一个好喜欢的人看时 这部剧即将开播 让我们共同开启暗恋童话故事吧 各位读者 你们期待这部电视剧吗 你认为这部剧爆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